嘿 你发现了隐藏宝石 OK 今天这一期宝石跟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德门后卫专属的一期投篮训练 其中包含了我们德门后卫在场上经常出现了一些投篮机会 包括他们去制造自己投篮机会的能力 整个过程非常的干货 而且也是只需要一个人去自投自抢就可以完成的 也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收集者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尝试一下训练 与此同时我也并没有忘记之前成了给大家的我们双脚终结的训练视频 只是因为这周我的脚踝有以前纠伤复发的情况 个人也是想以最好的状态给大家呈现这个训练 所以说并没有忘记 只是可能会稍微再拖一下 可能在下周或者是下周一定会与大家在这个视频上见面 短暂的热身后 第一项从篮下的左右手迈肯训练开始 命中三十个球 注意不停地调整打板的位置与高度 从而提高训练难度 之后是近距离的Farm Shooting 拱固激活投篮手型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两球命中的不太理想 尽量保持每个进球都是空心入网 一共命中20球 大家也发现我习惯将投篮训练的开始安排在距离篮框较近的位置 由近到远 慢慢地增加投篮距离 这样对手型动作的培养与保持 以及信心的建立都有很大帮助 第三项是进区内的跳步衔接投篮 注意跳步后的重心与平衡的保持 可以轻微后仰模仿比赛中的强度 每侧命中10球 第四项是两侧零度角的一次运球投篮 非常铁合实战 要求每侧命中10球 有一定基础的球员可以挑战两次连续命中5球 之后是两侧零度角的两次运球投篮 需要注意运球的方向与产生的角度与位移 不要直接运向篮框 而是通过两次运球由零度角移动到轴距附近完成终结 也是得分后卫在比赛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必备技能 每侧命中10球 有一定基础的球员可以挑战连续两次命中5球 第六项是中距离的两次运球衔接内外运球投篮 注意运球时的节奏 中间可以配合之前与大家分享过的 犹豫或者光速合球等投篮技巧 另外不需要固定投篮点位 每侧手命中10球即可 之后就是集停后的中距离后撤步投篮 可以选择自己比赛中常用的集停技巧 比如punch drag 同样不需要固定投篮点位 每侧手命中10球即可 第八项是两侧底脚上踢后的三分投篮 可以选择自己比赛中常用的脚步 有基础的球员尽量匹配比赛时的强度 与出手速度 每侧命中15球 之后是转换进攻中的三分投篮 由中线运球到三分线附近完成出手 无需固定投篮点 射程远的球员也可以尝试拉远出手距离 一共命中10球 最后一项是罚球 规则非常简单 每次出手前加入自己罚球前的准备习惯 要求连续命中5球 从而结束整个训练 OK 以上就是这期德文后卫专属的基础投篮训练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各位收集者可以在这个周末跑去球场完成这套训练 之后在评论区里与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训练内容 可以长按点赞三连来支持隐藏宝石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